在4月27日,局最新报道,台湾资深名嘴许盛梅在节目中提到周瑶青,在发完分数私渣男文章后,应该有个楼志想通电话,所以才会南方在第二天发布了道歉声明。 对于周瑶青手中的毁灭性证据,许盛梅更是直言非常不堪入目,甚至到了无法公开的程度。 他表示,周瑶青在知道罗志祥的聊内专用今后,也进行了一定放松的保存,而这些证据一公开曝光,罗志祥今后将会永不翻身。 从台湾的分析来看,周瑶青手上的证据,不仅仅是普通的石锤,相比于之前曝光的鸡腿偷吃,甚至是多人运动,女方手上未公布的证据才是最致命的,这才导致了罗志祥不得不公开道歉。 不仅如此,连后来蝴蝶姐姐剪开了主动发文道歉,台湾也表示是罗志祥要求的,目的就是希望周瑶青可以心软帮他们一马。 熟悉周瑶青似乎也有心软的意思,而周瑶青曾多次提及的两个。 小三,除了是罗志祥旗下女艺人蝴蝶姐姐剪开了,另外一个就是女化妆师。 有媒体还爆出该化妆师今年年初曾陪伴罗志祥在欧洲工作,其尽照也被扒出。 似乎该化妆师从身材还是样貌都是非常好的,甚至不亚于周瑶青。 可在事发之后,她就低调关闭了社交网账号,至今没有露面。 还有一个嫌疑人,就是罗志祥经纪人小双,台湾声名嘴是没有,也曾表示,在罗志祥跟周瑶青恋爱,她的情绪就不太对,也常暗自和周瑶青较进一室。 可在蝴蝶姐姐道歉后,其他两个女嫌疑人,就好像吸了声一般,也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。 有网友也是发现了周瑶青过往的小号,里面依旧保存着,自己跟罗志祥的恩爱过往,其中写着自己对罗志祥的爱,还感谢南方给自己的温暖和感动。 而周瑶青也是直呼罗志祥为老公,看得出这九年中,周瑶青早已将罗志祥当成人生的伴侣,可惜罗,志祥却丢了魂。